- 随着新一代隐身战机F-35的到货,韩国军方也随时开始忙活了起来。 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由于韩国订购的是能够垂直起降的F-35变形战机,目前韩国军方正打算为这批战机打造一个新的运输平台,以最大发挥这款战机的作战能力。 根据该报的消息来看,韩国目前是正在研究一个关于搭行运输件改装,为未来航空既搭载平台的客体,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研究该如何建造航空母舰。 韩国目前能够搭带新构的隐身战机的只有于2007年,服役的多到极两栖攻击点,但由于该舰只有2万对不到的排水量,想要搭载隐身战机形成战斗力的话,显然无法满足韩国军方的要求。 因此根据其政府人员透露,韩国是打算自己建造一艘大ZF35战机的大型战舰,新战舰的排水量大概是3万到4万吨左右,按照国际上的划分,该舰就排水量来看,完全是达到了中型航母的级别。 那么3航母大型其道的今天,韩国难道是也想要建造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吗? 其实稍微分析一下韩国军队目前的状况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航母对于韩国这种国家来说毫无用处,目前韩国整个国家的军事几乎都是在美国的管控下,除了是由老美给它兜着,造一艘航母显然是多余的。 报道中的大型战舰更多的或许是像美国美国号那样的先行两期攻击简,这种战舰对于韩国来说建造经验丰富,对于目前的韩国军邦来说算是最实用的载机平台。 但是,航母不是大白菜,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资格使用这种战略机兵器的,韩国这种位置在小国家就算有了航母,它也只能在中日之间的海域转悠。 那建造这艘航母对于韩国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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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